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期就是激烈的选人组队环节 完全自由分组却暴露出了有些人名争暗斗家暴团 更是有两人成功拿到了凡人卡 这样的选组其实是最能看出来人际关系的 有两组各个选择了和初舞台一样的阵营 就是潘伟博 张震月 杨长青 吴克群的初舞台冠军组 以及由郑军 信 马迪 号运组成的亚军组 这样的情况非常合理 毕竟这样的组织形式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而且彼此之间的感情也比较深 而且前者主攻Rub风格 后者主攻摇滚创作风格 他们能产生更强的共鸣 不过让人有些无奈的是 从第一季回来的四个学长 选择抱团组队 说实话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没有再聚到一起的必要 而且本来不少观众就对回国肉审美疲劳 他们还凑在一起 让人觉得脚不烂 不过从中也能看出来 更多的人还是喜欢和一些知名度高 有默契的人一起玩 吴卓西为了追星人科 林峰为了和吴建豪组队两人互相抛弃 奔向了新的队伍 但是有的人就只能被动选择 像是Mike和范士奇本身就没有什么人气 社交也一般 只好在角落里暗自神伤 Mike说他听不懂规则 范士奇表示羡慕 因为他宁愿听不懂麻痹自己 但是失忆的还不止他们 连秦怀杀手苏友鹏都没能逃脱被遗弃的命运 一位没有看对眼的人 先后问了潘伟博和李承炫 两人居然惨遭两连败 从他的打位和人气来说 正常人确实没有勇气继续询问了 还有上次的冠军组 他们真的是卷刀好笑 每个人看似是躺平什么都不干 实际都各自安地里练习 张振月偷偷弹琴 扬长青词都准备好了 潘伟博也能高音无阻力 他们居然连队友都瞒住 看来学霸说话不可信 还有吴卓熙找到偶像人科组队以后 跟着他学有点口硬的闽南话 一字一句都特别较真 但他确实是语言方面没有什么天赋 学得不够快 而且跟着的师傅也不太靠谱 不过吴卓熙表示他觉得偶像是对的旧型 不过这里面也有人发现了两个不太讨喜的哥哥 其一就是张云龙了 如果单凭实力和阅历 他和范士奇差不多 但张云龙真的会哗众取宠 第一季里面 张云龙就不停地和严承旭亲热 表示他是自己的男神 到了该节目则是选中了苏友鹏 他倒是和对方挽起了回忆沙 见面看到苏友鹏就提到了自己面试 左耳被刷下来 然后要在他的左耳边说他喜欢吴奇龙 直接提升了自己的存在感 说实话一起回来的李承轩和张志玲都没有他喜多 和苏友鹏组小队的时候 也是千百遍地表示喜欢他 看到偶像特别开心 结果到一宫选人的时候 他直接就抛弃了苏友鹏 投奔回到第一季阵营 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另外一位则是刘凯薇 一上节目就说自己害怕镜头 真想问他一句你没事吧 害怕镜头还要来 而且在综艺上也没见他羞涩过啊 要是他害怕羞涩 那应该也没有月光剧本事件了 而且刘凯薇他可以说是这些哥哥里 少有油腻感的存在了 除舞台上各种表情变换 都好像是非要告诉大家自己超帅 也不是害怕镜头的样子啊 虽然镜头不多 但也足够无语 总而言之 提经斩棘2这期虽然没有热烈的公演节目 但是看哥哥们选人 也是能看出他们的一些性格特点 以及人际关系 抱团这点确实踩到了不少观众的雷区 也从中发现了不太讨喜的哥哥 但如果他们能在公演上发挥所长 或许还是能挽回口碑 而且看组队情况的话 一公想必相当有看点 那么你最屁个是哪位哥哥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